各位朋友好 我们是乙琳的父母 我们在这里要感谢各位 感谢所有的媒体 感谢每一个朋友 每一个帮助我们的人 让我们能够达到 二十万联署的门槛 我们希望乙琳的死 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免以这种家庭破碎的痛苦 我希望韩国政府能够 以这个来修法出 更严厉的惩罚给酒驾的人 如果韩国政府是爱自己人民的话 我想他们应该会这样子做 我们真的是祈祷他们会这样子做 能够挽救更多 遭酒驾造成的伤害 造成家庭的破碎 雨琳已经不会回来了 只有延续她的爱 然后帮助到以后的人 谢谢大家 真的要谢谢每一位 无论哪一个媒体 哪一个朋友 只要参与在这件事情上的 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但是我们还是请大家要继续努力 让韩国政府真的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我希望 我们希望以林氏最后一位 真的我希望她的爱 因为大家也能够延续下去 谢谢大家 感谢每一位 每一位的爱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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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太 拉 阿们 阿 tijd